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芝加哥的20多万的工人为了争取实行8个小时的工作制 举行了大罢工 当时造成了多名警察和老公的死亡 后来这一场斗争是工人获得了胜利 也就是成就了现在日后大家所庆祝的国际劳动节 见证了劳工争取合理的薪资 以及终结同工时代做出的努力 大家都会趁着这一天放假出游 我们常会听到很多国家的旅游景点在这一天都会大爆满 像在中国 一到了五一劳动节 旅游景点就会人满为患 不过呢 今年新冠病毒的关系可能就不一样了 人人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改变的不只是生活 还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冲击 在我国实施的行动管制令下 实体店面很多都不能够做生意 像是理发店 看赵峰的这个头就知道了 已经有多久没有理发了 那除了是理发店以外 其实像服装店等都受到了影响 有的行业为了生存 纷纷转账到了这个网络平台 这是雇主的生存策略 然后对于打工族来说呢 有的开启了在家作业模式 时事评论员许国伟观察到了这个情况 他建议身为打工族的要有警觉性 应该要好好地去思考这段时间里面如何来提升自己 学习新技能 在疫情结束之后呢 才更有竞争力 因为很多事情即将要改变 我国从3月18号开始实施行动管制令 许多实体店面被迫停业 面对仍需缴付租金及员工工资 部分雇主开始思考转型 朝网络发展并开拓线上服务 早上更了 下午就送过来一点点 来不关系咯 送五块 送五块 其实在过去呢 尤其是在中奖性企业 都不断是在说你要顺应工业4.0的 形式的这个时代的来临呢 其实网络平台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机械化到电脑自动化 来到工业4.0将会是智能生产化时代 现在很多商店或者是这个餐厅我们都知道 他们不能够再做堂食的这个生意 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外卖 所以只是说行管令 尤其是白西亚行管令 它恰好是让这个网络的商机 一下子变成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是被迫的使用 而且必须要去熟悉这套交易 疫情期间无法出门 改变国人生活模式及消费行为 间接影响着营业模式 造成雇主与职员的关系 产生了微妙变化 如果说未来我们都可以通过 就是这种网络的去交易 配送 宅配的这些工作的话 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 作为倉庫就好了 我不需要再做民事 工作生态会如何改变 虽然仍是个未知数 但民众可以趁着行管期间 提升自我能力 这段期间 你除了自己原本的工作之外 你有没有去掌握一些新的技能 或者一些新的能力 万一在新的能力结束之后 你公司参与下去 或者说老板选择采取的你 或者说减薪 没有了这份工作 你还能够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用这段期间 你可以去发掘 你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那其实是为自己未来增值 Work from Home讲求自律 和时间管理能力 掌握好这两项重点 加上自我增值 才能避免在行管令结束后 被时代洪流淘汰 麦大爱李婉俊吉隆坡报道 今年的劳动节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把平时 没有时间思考的问题 好好来整理一下 重新调整步伐 其实这一天 也有一群人 他们还是需要工作和执行的 透过下来的这支影片 我们来听听劳动节 对于他们而言 又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此不过 不用怕 不怕 但是 安全 就会用用手机 洗手探 洗手机 回开 手机 装 幻学 闥开 先不 Haw 先旁边 不要处想到 在那里 不必等待在那裡 我們要有勇氣 我們要勇氣 我們要勇氣 我們沒有勇氣 我們不在身體 不在身體 我們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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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記 我 做什麼 能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些 做一個 做一些 做一些 跟父母和妻子在家 但是为了保护的国家和民主党 和为了保护的国家 我们会有任何方向和保护的 我们会在家中和保护的 要向这群在防疫期间仍要执行工作的朋友们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感恩你们 影片中警察说了因为要坚守岗位不能够陪家人 所以我们要在家好好的一起来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让他们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付出不会白费 在这个星期我国的新冠病毒疫情 出现了自3月18号的实行行动管制期间之后 最低的病例的一天 也就是说单日31中的确诊病例 进入行动管制第四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一开始的 第一个阶段是禁止大型集会 包括了宗教活动 同时也不能够随便跨州 第二个阶段是晚上10点就不能够出门了 第三个阶段是有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逐步开放9个领域的工业 可以开始复工 第四个阶段就是现在我们所进行的 就是允许一个家人能够陪伴外出去购买日常生活的用品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需要靠近家里10公里的地方 如果要迁往其他的地区呢 还是必须要有特殊以及特定的理由 需要到临近的警局提出申请 观众朋友 有没有听过新常态这个词 什么意思叫新常态啊 这个新呢就是有别于旧的 而常态呢就是固有的状态 新常态就是跟你往不同 但是相对稳定的状态 英文可能我们解释比较容易懂 它叫New Normal 比方说因为疫情实施的行动管制 他们所带来的影响 最后形成了新的一种常态 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呢 它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医疗的问题 它所涉及的包括了政治还有经济等的议题 同一时间一股影响着国家团结 还有分裂的气氛 似乎正在悄悄酝酿着 新冠病毒阳击我国 政府努力防疫期间 人民由一开始的观望态度 到后期积极配合 展现了国人团结一面 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这个阶段 体现的一个情况就是 民间团体大力主动的来监限物资 不管是监管买物资 或者是直接买了物资监给医院 甚至到后期的时候 有的人买也买不到 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 自己动手来做的 体现到说人民这种宁静的一个力量 防疫让国人发挥互助精神 同一时间却也出现不同的声音 在提供物资的时候 那也引起一个讨论外劳的情况怎么样 那有的人就有一点抱怨说 外劳是潜在的这个带病毒者 有这样的一个抱怨 但另外一个是也抱怨说 我们国家的外劳人数太多 我非常清楚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演讲 他说我们不能够因为有难的时候 马上想到一个方法把外劳全部赶走 这个是不人道的做法 也没有尊重跟赞赏外劳 所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但马来西亚的情况也是一样 新冠病毒似乎不再是单纯的医疗保健问题 它所涉及的除了人命以外 还包括社会政治问题 以及带来的经济影响 当我们在看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 我想最低程度 一个基本的理性的要求 不要把这个疾病 马上跟族群跟宗教挂钩相提并论 这样的话我们会第一 模糊掉焦点 第二个 把这个情况更加恶化 而且把这个不必要的纷争提高 而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 国人目前正在适应疫情带来的新常态生活模式 防疫期间可以试着让心沉淀 曾经有人这么说 我们不要浪费一个灾难 或者我们不要浪费一个疫情 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也让我们思考人的价值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国家的这个大方向 跟国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所以从个人到社会 到国家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机会 我们需要同舟共计 不是同归一径 所以我们要有更大的包容 更大的互助的心神 用客观理性态度处理这次疫情 不让情绪左右才能够让危机变成转机 麦大爱黄浙峰吉隆坡报导 正月法师曾经也说过 这是一个全球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要好好地来接受这一波 天地给予人类的教育 既是大灾教育 疫情造成大家被迫待在家里 不能够外出 这段时间呢 常看到网民大展出意啊 在Facebook可以说是被美食照给洗版了 也看到有人在家种豆芽啊 或者是在庭院种植盆栽 这些都不是苦中作乐 而是陶冶心情也放松身心 那这些呢就是我家的小植物 那有的是观赏作用的 有的是吃的 食物从农场生产到放入餐盘的过程中 背后有这一群功不可没的农夫 身为光盘行动活动总策划的胡静怡 为了向小朋友推行拒绝浪费食物的重要性 便开始投入了园艺种植 我们要带小朋友种植的原因是因为要让小朋友体验 就是当农夫的辛苦 所以当农夫的辛苦的时候 他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浪费食物 前面的认识光盘的时候就是把食物吃光 可是当我真的是在从食物的根源去追寻的时候 其实原来是很多的学问 推动光盘行动促使胡静怡成为城市农夫 钻研种植超过七年时间的她颇有心得 除了科学以外的一些比较现实面的考量 我当然我觉得我还更相信的是 你跟植物的那个观心上的 那个心灵上的那个相应 照感召 因为当你跟它有一定的感情的时候 其实很多很自然的一些蜜蜂啊 蝴蝶啊小飘虫啊 它们自然而然就会整个生态呢 就会回到来你的小菜园里头 然后帮助你去实践整个所谓的有机 平时繁忙的生活让人忽略了大自然的美 在行管令期间不妨尝试放慢脚步 种植盆栽转换心情 有一些绿色的东西在家里 或者是在你的工作环境上 可能会让你整体是比较放松的 种植原意这些东西是调理身心 其实你慢慢慢下来去观察 从它开包就是开一个包 然后到它开花 甚至掉了花之后结果 然后真的心情就会慢慢缓下来 原意种植学温大 不管是居家种植还是打理公司外的一亩田 静怡都用心灌溉 同时也滋养了身心灵 卖带刘婉俊吉隆坡报导 每周精选图这个星期挑选了来自摄影师珍文发的作品 在行管令期间生活步伐放缓了 有时间在庭院散步 所以拍下了这两张就是蜻蜓的照片 照片中的蜻蜓和大自然的色调构成了一幅非常调和的景象 给人一种希望感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蚂蚁图 珍文发按下快门的时候 它脑海里面浮现的是 行管令真是让人很羡慕这群蚂蚁 因为它们可以成群结队的外出 它也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的结束 在社区能够赶快恢复升起 蜃蚁近期成为了新冠病毒疫情的红区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军警开始封锁了有关地区 雪荣慈一志工接获了消息 到警察局送上了防护物资 感谢他们维持社会的秩序 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护好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我们这边真的是要落单了 马来西亚施拉央旧批发市场附近 近期成为COVID-19疫情红区 有网民用手机拍下军警车进驻画面 全部都是警察车来的 他们驾自己的车来集合 路警森严 所有进出车辆都必须有通行证 负责把关的是险都警局 此籍志工得知消息 立刻准备防护物资 警方在那边就要设定8个检查站 所以动用的警员大概要超过这个100位 所以他们在很缺乏的这些东西之下 就打电话来我们的这个分会 要求我们看是否可以跟他们 结缘一些这些需要的东西 志工准备了6000个口罩 12000个手套以及洗手液和防护面罩 为前线警员提供保护措施 警员绷紧神经维持社会秩序 志工送上防护物资表示支持与感谢 希望给他们一份安定的力量 麦袋黄聚成吉隆坡报导 疫情爆发至今 医护人员和病患 争分夺秒与新冠病毒抗战 为了减轻他们的身心压力 此籍志工制作了安心包 给予他们更多的力量 继续前行 一同战胜病毒 每一个地方我需要南金刚 一位一位 30多位慈继志工忙着进行打包作业 准备将这2900份的安心包 送给双溪毛诺和吉隆坡中央医院 我们希望有这个爱心 给一点鼓励给他们 希望他们的病快点好 然后医护人员呢 希望他们更加有信心 获利在照顾那个病人 不要放弃咯 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 在后面默默地付出 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 收到我们这一份心意 因为我们身体还很健康 所以能够付出 就是要把握姻缘 安心包里头的苹果 象征着平安 先程则代表志工们的诚意 我觉得你们都很棒 从来自带进来帮助 获得这些贡献 和帮助党和患者 我认为这些贡献 我认为这些贡献 会增加压力量 每天我们工作 包括星期 星期 每天我们感到很累 我们感到很累 但是如果这些贡献给苹极 是一个大贡献 这些贡献给我们的贡献 在我们的贡献 和两种贡献 都会感到很幸福 要把这份爱送去前线 让前线的人都感觉到 所以外面还有这些情人在关心 关怀他们 让他们在前线不远的孤单 需要到我们去关心的 我们一定要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爱心去鼓出 每一份安心包都有一份祝福 志工希望能为前线人员和病患加油打气 麦大爱刘婉俊 冯幻小 黄聚成吉隆坡报导 双西茅诺监狱面临床垫不足问题 加上行动管制令期间的法庭休庭 扣留者人数增加 也是慈禧之工的丹斯里陈志远 以慈禧的名誉 见证了5000多张的床垫 还有一万个口罩给狱警还有狱友 马来西亚成功集团创办人丹斯里陈志远 与慈禧之工到访双新毛诺监狱送爱 今天我们在这里 来帮助桌子 我们将会赚到5000至5500 帮助桌子 所以所有人都会赚到1 所以这就是一个小的帮助 而且这也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提供10,000帮助桌子 让他们使用 创新毛诺监狱原本就面临床垫不足问题 加上刑管令期间扣留人数增加 丹斯里陈志远以慈禧名义 捐线物资改善监狱设备 我们感恩有这个机会来跟这个建牢 接这个好的园 也希望就是里面的人可以住得好一点 我们也是有跟这个他们的这个director讲 就是感恩他们照顾这些犯人 希望他们以后改过自信 出来能够做一个好的人 志工也跟玉井分享禁私语 及介绍香鸡饭 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合作关怀育友 麦大爱黄桑燕黄剧城雪兰娥报导 这是一份不舍与爱的礼物 希望能够让监狱里的生活环境 能够更加的友善 好的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 Newsbook的最后 献上一首真心英雄 向所有为防疫努力的英雄们致敬 有你们真好 我是赵峰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在我心中 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客车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 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 感动 再没有恨 也没有了痛 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 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迹没一次感动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